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受到神的旨意 会在三天后的晚上9点30分死亡 神只对罪人下达旨意 一个新生儿 何罪之用 神为什么会这样宣判呢 查了相关资料 没有类似的案例 PPD百思不得其解 他突然想起 俊元昨天提到的苏图 这似乎是一个 跟新真理教对着干的组织 思路一下苏图这两个字 一直举行祭祀的神圣区域 罪犯若逃至此处 无法随意进入该区域抓人 该组织请命为苏图 看来是要保护被审判的罪人 那边 新真理教又找到一位罪人 他叫金永熙 六天前接到神的旨意 会在今天下午5点死亡 按规定 他会被带到新真理教 把下地狱的过程 直播给全国观众 临组前 司机发现一张名片 苏图洗电 加上之前发现的苏图借贷 他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但直播还要继续 窗户员的可以现场观看 金永熙收到神的旨意 不乖乖上报 反而选择逃跑 他的家人被带到现场 还有30秒 所有人屏息等待 时间一到 怪物立马出现 他本能的选择逃跑 而根本无路可逃 整个过程被直播出去 收视率达到惊人的89% 光一个直播杀人 就能给新真理教 带来不菲的收入 更别提那些 坐在前排的人 交的会员费了 金永熙被处理完毕 三个怪物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裴毕蒂来到韩国大学 他组上见到的 那个来自苏图的人 就是韩国大学的 社会学教授孔恒俊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进 就被人强行带了进来 据孔教授所说 地狱使者是一种 超自然现象 只不过被正手领 关上了神的旨意 他们救人 是不想那些人 落到新真理教授上 不然连家人 都会被贴上标签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在掌握这块 如果是被公开的宣告 比拼的就是速度 如果是私下被宣告 一般都会出现奇怪的行为 比如上网搜索一些关键词 陪妻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苏图的人虽然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英 各行各业都有渗透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 不是被宣告者的家人 就是和箭头结怨的人 当然 这跟新真理教没办法比 人家教徒数量 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 不过也没啥用 如果教主吉姆是被宣告 也会第一时间找上他们 孔教授如此坦诚 裴贝蒂也不在意 他刚出生的宝宝被宣告了 需要帮助 那边 吉姆是也注意到了苏图 但让他在意的不是孔教授 而是从始至终 都在对抗新真理教的敏律师 他打算不惜一切代价 打击敏律师 并惯以神的名义 让司机代为执行 既然不惜一切代价 那就动用箭头组织 与此同时 PPD还是有点不理解 既然不是神的旨意 为什么会点名道姓 让某人下地狱 而且时间一到 还真就死了 孔教授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但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自然灾害 被选中只是一种不幸 不代表有罪 就算如新真理教所说 是神在惩罚人类 他们也得站出来反抗 因为神能做出这种事 代表已经抛弃人类 他们为什么还要顺从 孔教授带他去见敏律师 敏律师确认过他宝宝的遭遇 监控画面已经删掉 PPD不用担心会被发现 就算被发现 新真理教也会选择隐瞒 因为新生而被宣告 对他们来说很不利 他们只会把PPD夫妻俩 塑造成杀鹰凶手 或者干脆隐瞒孩子的出手 据敏律师了解 他们需要符合预期的罪人定期出现 这样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案例 他们会选择掩盖 如果很长时间都没出现 合适的案例 他们也会自己捏造 打造这一切的证书令 已经在几年前接受审判 他720年就知道自己的死期 花了10年时间设计一切 在嫖镜子被审判时 终于达到预期目标 如果想推翻他的审判之说 也需要一个嫖镜子这样的人 什么意思呢 PPD的孩子 就跟当年的嫖镜子一样 一个绝对不会有罪的人被审判 可以让仙真理教轻刻间覆免 PPD要疯了 他只是想保护家人而已 不是要拯救世界 就算要拯救 也不是以牺牲家人为条件 他本来觉得苏徒是什么正义之事 现在看来和仙真理教没什么不同 一听无辜的小孩要死 就感觉抓住了机会 想利用这点颠覆政权 免律师也不是逼他 如果他愿意 可以制造一起意外 让他孩子的死有个正常的说法 总之他得清楚一点 孩子必死无疑 是安静的死去 还是死的轰轰烈烈 全在于他的选择 那边 箭头找上一名苏徒成员 暴力审判没让他开口 家人的性命去让他破防了 万般无奈下 他把孔教授供了出来 而此时的孔教授 正在给PPD讲故事 原来他女儿也被审判了 当时他正带着女儿去海边 审判来得错不及防 而且非常着急 不像别人一样是几天之后 而是只有短短的30秒 女儿在那30秒内的表情 他至今都忘不掉 不解 疑惑 似乎在期盼他解释一下 是什么情况 太过突然 他一紧张把车开出户篮 然后亲眼看着女儿被怪物反话 他说这些只是想让PPD明白 有罪之说是无稽之谈 那只是一场灾难 一种不幸 两人分道扬镳 孔教授在等红领灯时 突然被后车追尾 然后又横着来了一下 箭头的人从车上下来 把孔教授迷命 与此同时 PPD告诉妻子 他们现在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直播孩子被审判的过程 颠覆先真理教的统治 二是制造一场意外 掩盖孩子的真正死因 选什么都是死 那面 孔教授并五花大棒 之前被抓的同伴也在这里 箭头没打算审问他 该说的同伴都说了 所以就直接送他进火葬场 搞定孔教授 下一个就是敏律师 敏律师的位置已经暴露 他立刻把手机扔进微波炉销毁 箭头这次出动了很多人 司机坐在车上观望 敏律师很快就被发现 他边打边跑 可跑到哪都有箭头的人 走小路吧 还被司机暗算 好在他战斗力还可以 顺利突破司机 死里逃生 第二天 孔教授和同伴的尸体 被悬挂在韩国大学门口 事情很快就上了新闻 这让陪陪地狠是意外 昨晚分开钱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人就没了 看了下箭头发布的视频 他们说孔教授是 苏徒组织的重要成员 将神的惩罚 伪装成单纯的事故 扭曲神的旨意 箭头直接公布敏律师的照片 向广大教徒征集线索 并呼吁大家 铲除虚徒组织这个异端邪教 这时 敏律师打了电话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一听他人在公司 妻子和孩子在家 敏律师让他立刻回家 心可真大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上班 殊不知 妻子已经抱着孩子 前往新真理教 陪陪地立刻给妻子打电话 没人接 发短信也不回 等了好一会儿才收到回复 妻子真的去新真理教了 司机亲自接待他 他拿出视频 让司机解释一下 这么小的孩子犯了什么罪 司机让他稍等一会儿 需要进行内部讨论才能答复 吉姆师和各位高层 看完视频 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被世人知道这件事 新真理教的统治地位会动摇 正如敏律师所说 吉姆师第一时间下达指令 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掩盖 陪陪地已经来到停车场 敏律师也带人赶到 孩子是他们翻盘的唯一机会 与此同时 陪陪地的妻子和孩子被强行分开 因为剑头模仿神的方式 主角孔教授 记者分纷来到新真理教门口 想听听吉姆师是怎么个说法 敏律师和崔陪地感到 只见敏律师使了个眼色 手下跑到一旁 大喊着自己受到审判 马上就会接受惩罚 他成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敏律师和陪陪地趁虚而入 刚好碰上陪妻子和孩子 两方立刻交战 孩子被迅速抱走 陪妻子紧追不舍 陪陪地也跑来帮忙 终于成功抢回孩子 他们迅速前往停车场 虽然遭遇阻拦 但还是成功逃离 他们一跑 司机就遭殃了 吉姆师把气撒在他身上 明天就是孩子的死期 如果被世人看到 新真理教将遭受灭定之灾 敏律师也知道这一点 他希望两人尽快做出决定 其实经历孩子被抢后 他们已经没得选了 情况跟当初的嫖镜子有点像 反正是死 何不死的有点价值 敏律师让人准备直播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值得信赖的人 竟然是之前在网上直播的 见头组织成员 敏律师立刻发布预告视频 明晚九点半 不见不散 吉姆师那边开始商量对策 说有人出生就有罪吧 涉及到了原罪论 和他们的理念不符 说视频是伪造的吧 那他们之前展现的视频 也会被质疑 总之怎么做都不合适 没有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天两后 吉姆师接到一个电话 终于有了反反的机会 那个直播的见头成员说 孩子和敏律师都在他那 他三年前接到审判预告 巧了 日子也是今天 而且时间是9点35分 孩子接受审判后的五分钟 但他却不是很配合 吉姆师开始忽悠 说他是救世主什么的 把他捧上天 不过他还是没说得太过直白 只说会留下线索 线索是什么呢 他把手机扔在机脚盖拉里 这就是他留下的线索 夜幕降临 吉姆师那边已经锁定手机位置 司机立刻带人出发 敏律师那边也准备行动 找个人手的地方进行直播 免得伤及无辜 可直播男却跑出来捣乱 杀了来转移PBD的人 PBD出去透气 这才发现人都死了 直播男的笑声吓得他以机灵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直播男也没必要隐瞒了 他是神的忠实信徒 任务就是掩盖神的错误 他和孩子的时间相差五分钟 他会在审判开始前杀了孩子 想办法拖到五分钟之后 让孩子和他一起被审判 这样人们就搞不清状况了 不知道是谁在接受审判 也就不会对神的旨意产生质疑 PBD却他冷静一点 可他已经被忽悠的迷失自我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PBD趁机逃跑 教授引起敏律师的注意 PBD战斗力太低 分分钟就摆下阵来 直播男已经彻底疯狂 他闯进房间去杀孩子 敏律师立刻阻止 裴妻子乘乱跑了出去 闯道中引起周围居民的注意 裴妻子无路可逃 只能选择在这里进行审判 有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 司机就在附近 立刻带人前往 九点三十分一到 怪物准时进场 只奔孩子而去 裴妻子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 决定保护孩子 裴妻子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和妻子一起保护孩子 敏律师也跑来帮忙 可惜怪物太强大 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存在 裴妻子选择另一种方式 同生子 共还难 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 怪物来到他们身边 一阵白光过后 怪物撤退 裴家三人全部丧命 就在大家陷入震撼之时 婴儿的哭声传入每个人的耳朵 大家都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一幕 直播男来到裴家人身前 孩子确实还活着 他实在无法理解神的意思 被审判了为什么还能活着 他决定帮神完成最后一击 敏律师用力撞开他 不让他伤害裴家的唯一后代 就在这时 怪物再次出现 把直播男送进地狱 短暂的寄警后 婴儿的哭声再次响起 敏律师把婴儿抱在怀里 他也无法理解现在的状况 只能牵手孩子没有死 在大家的注视下 他一步步离开 司机晚了一步 本想去追 可却被居民阻拦 有个老爷爷对神的存在产生怀疑 把人摆在地上做个半死 一旁的寻警看不下去了 以暴力罪当场逮捕司机 这意味着 新征令教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 博物馆内发生神奇的一幕 被保存的半具尸骨 竟然恢复肉身 起死回生 而这个死而复生的人 就是瓢镜子 地狱公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故事很简单 复杂的是人性 郑首领从董事起就想着怎么去死 可真到要死的时候 却选择把恐惧带给全人类 金木师又利用这份恐惧 让自己凌厉双手 说是要用恐惧净化社会 但真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 并不是所谓的地狱使者 而是人类自己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了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